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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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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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站立 祷告 我们请昌直士带领大家来祷告 我们所有会众一起来低头莫道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感谢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 您美好的安排跟带领 在这安息圣日您所祝福的日子里 我们在这里要为我们所亲爱的蔡舒华弟兄 王翠平姐妹举行订婚典礼 主啊 我们知道 他们两个人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跟了解 经过双方的祖婚人以及当事人 慎重的考虑才决定这件订婚事宜 当教会接受他们这份喜事 我们内心无不感谢祢 也赞美祢的安排 主啊 我们知道这件美好的事 这档过程都是在 您圣灵的感动以及带领之下 才能够完成的 所以在此时此刻 他们二人将要在神你的面前 以及祖婚人 介绍人 长职 弟兄姐妹 亲戚朋友的面前 彼此立下蒙约 这是齐齐神圣及荣众 无比的一场典礼 这是您所配合的 主啊 您所配合的 我们是不可改变初衷 求主的圣灵 能够带领我们这场订婚礼 从头开始 都在你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 在你的执意之下 能够顺利地进行 我们也愿将一切的荣耀 尊贵都归于绝书你的圣名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大家请坐 奉读圣经 我们请王天信弟兄 奉耶稣圣明 奉读圣经 真言十八章二十二节 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 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 真言十九章十四节 房屋钱财是主宗所遗留的 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 真言三十一章十节至十二节 财得的妇人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依靠她 必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 奉读完毕 阿们 介绍人至此 我们请活胜熊之士 奉主耶稣圣明 讲几句话 哈利路亚 赞美主耶稣基督 感谢主耶稣基督 今天小弟能代表全正教会 三位婚姻介绍人 以及南区婚姻辅导员的子分 在这里来介绍我们蔡书华弟兄 以及王翠平姐妹 在此举行订婚的仪式 乃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美好的旨意的安排 感动双方 主婚人以及当事人 能够经过长时间的交通 一个沟通协调之后 订定这一门的分事 大家都在欢喜之下 同意这一门的分事 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说几句欢喜感谢的话 乃是有神美好的旨意的 安排和代理 婚姻乃是神所配合的 所以人人都应当尊重 所以我们在此呢 也愿今天这两位年轻人 能够自从今天的一个 订婚的日子开始 到完婚的时间当中 都能够尊着圣经里面的教训 进行祷告 彼此带祷 等候结婚的日子的来到 我们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也在此恳求 主耶稣基督能够保守 他们两人一同 等候那一刻欢喜的日子的来到 我们全体同龄呢 都能够在教会里面 一起来恭候 他们两人的一个新婚之乐 愿一切所做的呢 都能够荣耀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哈利路亚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的介绍人 给我们讲得非常的清楚 这都是神所安排的 交换信物 请新郎 准新郎 准新娘 起立 双方要交换信物 那首先 请准新郎 来赠送给准新娘 现在是戒指 这个戒指的代表 就是说你的手就是我的手了 你的手不是别人的手了 那么多的 我们要听的时候 那就好好 那我讲好 我们不管 Alej这些人 想要交换信物 这就是 我们要交换信物 和偶射 我们要交换信物 我们要听的时候 我们要拒絕 不要紧张 没有关系 因为他们没有经验 这是第一次 没有第二次了 所以他们很紧张 接下来南方要赠送项链 是我的 你是属于我的 我是属于你的 我们中国有句话说 是你的永远跑不掉 不是你的永远追不到 我还是会问你的父母 如果如果你会做这个事情 我的天国 我本身的电 005 就是这些人 我看你的电 005 我会说我的电 006 我们都会在电 006 我们都会说 我们都会说 我仍然觉得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可能还要做这个事情 我会说我会做这个事情 我会做这个事情 现在准新郎就用非常漂亮高贵的手表 将准新娘戴上 以后要看时间 什么时候上班 什么时候煮饭煮菜 什么时候去教会做圣工 就要看手表了 不要看太阳了 现在准新郎来赠送非常珍贵的 有关得救的圣经跟赞美诗 要常常读圣经 从圣经里面可以得到属灵的智慧跟得救 来 八番大 现在女方将戒指穿在书法的手上 现在翠平也要将非常高贵高级的手表 将书法的手上戴上 以后要上班几点几分 要去上班不要迟到 不要迟到早退 什么时候到教会 做圣工就要看手表了 现在主新娘最难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挂领带 挂领带的意思是什么呢 梳法 没有关系 不要紧张 慢慢来 慢慢来 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 现在将非常高贵的领带 戴在书法的景象上 书法 你永远是我的 我是你的 因为领带 我把你牵住在你的脖子上面 现在准新娘要尊重非常珍贵的圣经 赞美师要常常读圣经 要研究圣经 才有得救的智慧 来 巴班大 现在准新娘跟准新娘 他们交换新已经完毕了 现在双方的男家组婚人 跟你家的组婚人 boa准事 你能赴 只能赴 但是 如果 你们 笔 哥 哥 我们要赠送的礼物 我们掌声 爸爸那么大 还有一样东西 南方要赠送非常大的礼物 非常高贵的礼物 要两个人抬 才能够抬得动 感谢主 谢谢 新郎 准新娘请坐 非常感谢神 今天下午高长老讲的道理的题目是什么 活着真好 我今天来讲 订婚真好 明天呢 结婚真好 所以还没有订婚 还没有结婚的未婚的青年 你们要好好地来思考 你看在会堂里面 在圣所里面订婚 结婚 真好 太好了 这么隆重 这么隆重 这么神圣 神多么的喜悦 所以我们在座的青年 我们要好好地学习 这一对新人 勉礼 我们请 陈建光传道 哈利路亚 奉吉祖圣明 在蔡淑华弟兄 以及王翠平姐妹的订婚礼上面 以圣经的话 来做彼此的勉礼 那当然这个勉礼 不单单是指着 他们这一对 准心人来说的 也是对我们每一位在座的 不管是已婚 还是已经快要到 四婚年龄的弟兄姐妹 彼此之间都能够 借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 圣经的章节里面呢 能够得到一个勉礼 也能够让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做一个警惕 一个警醒 感谢主耶稣的带领 跟保守之下 能够让我们前阵教会 举办一个这么盛大的 一个订婚典礼 我们知道 我们慈爱的天父 我们人一切都在他的手中 但我们也晓得 今天在神的手中之间呢 我们也要凭借着 一颗交多的心 才能够呢 让我们在这个地方 完成我们最为重要的典礼 就是结婚跟订婚 结婚的典礼 真的是感谢主的带领 那相信这几天当中 我们教会里面 真的是洋溢着一个 欢欣的一个气息 那自然我们的准当事人 就是准新郎跟准新娘的高兴是自然不在话下 那我们也可以从我们的家属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的欢欣 我们看到今天的排场真的是非常的劳斯动众 那这劳斯动众其实大家都是非常的甘心 因为呢 这就是一个办一个很好的一个喜宴 因为我们都把你们当作是自己的儿女 我们这样子的付出是我们愿意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教会同龄之下 每一个师班多勤恋诗歌 献出他们美好的声音来祝福你们 当然更重要的是要借着这场的婚礼 能够去荣耀主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主内联婚 真的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一个事情 但往往有的时候 有一些四婚年龄的那一些年轻人 都会去想说 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完成我的婚礼 其实这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一个问题 这其实在主内联婚不是能不能的一个问题 而是要不要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结婚 我们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有这样的决心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就会时时刻刻的耶稣我们 在交往朋友的当中 我们会耶稣我们的交往的对象 我们会去选择知道什么是可以做的 什么是可以去交往的朋友 那在交往过什么当中 我们也会耶稣我们的行为 不会超过不该做的事情 那自然呢 我们如果愿意这么去做 那在主内联婚 就已经变成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要不要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适婚年龄的青年男女们 尤其在全正教会 来这边注目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真的看到很多适婚年龄的青年姐妹们 真的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 要在教会里面来联婚 我们来看一个经节 撒末尔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 撒末尔记上第二章第三十节 这里这样子告诉我们说 因为尊重我的 我必看重他 藐视我的 他必被轻视 所以尊重神的 就会被神所看重 藐视神的 就会被神所轻视 那我们要在什么地方来看重神 当然就是要照着神的话 照着神的命令 照着神所告诉我们的弃作 这就是一个尊重 那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命令 自然神就会照着 祂所应息给我们的赐福气给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 在婚姻当中是含着尊重这一方面的 当然我们首先要来去讲到尊重神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经节是尊重神 神就看重我们 我们看生命纪第七章第九节 生命纪第七章第九节 所以你要知道 耶和华里的神 祂是神 是信实的神 向爱祂所诫命的人 守耶诗慈爱 直到千代 这地方是神跟以色列明 锁定的一个约定 那其实也是告诉我们 今天尊重神道理的人的人 怎样呢 也是跟他们锁定的一个约定 这里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 祂是一个神 然后又说是信实的神 信实的神就是一个诚信 一个实在的一个神 也就是神所说的任何一句应息的话 都必定会应验 不管这句话是祝福的话 还是让人遭遇到灾难的话 都一样 因为我们知道 神必照着我们人的行为来报应他 所以神在这边就这样告诉我们 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 在耶和福音告诉我们说 如果我们爱神 我们就会知道要去遵守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命令 那我们也晓得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在伊甸园的时候 是神亲自设立的一个婚姻的一个制度 所以我们今天多成为神的子民的人 我们就要看重神的一个婚姻 要去尊重神 从尊重神当中 神就尊重我们 看重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能够尊重神 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 像他怎样呢 像这些守戒命的人 神就施慈爱之道千代 没有错 我们人能够从世间上 也得到